Redmi K80 系列最后一位压轴选手登场 就是我面前的 K80 至尊版 以往的至尊版核心关注的是外观质感和性能 但随着这两年 SOC 出色的能效比迭代起来多少是有些疲软 所以今年 Redmi 又会如何定义至尊呢 我们先来开外观啊 Zither Harp 外观部分主打简约但又不失精致感 背面的金属 Deco 就呈现了简约之上的精致 正面接近视觉四等边设计 配合上大阿角整体的视觉沉浸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四曲面金属中框采用包裹式的设计 搭配波线背板刚柔并济 在兼顾优秀握持手感的同时 还能为整机提供更坚实的结构防护 应该说今年的至尊版对于设计的理解 我觉得更进一步了 整机实测重量223.5g 这个重量和顶级旗舰有个一平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深入内部一探这个分量的虚实 第一步关机后取出卡托 双卡背靠背放置 卡托材质是金属加塑料 内侧有防尘防水的胶圈 第二步拆卸后盖 加入后酒精配合拆卸片划开粘胶 分离后盖 后盖是波线材质 内侧电池和副板对应区域贴有黑色聚焰贴纸 DECO 添置黑色塑料内衬保护 内衬通过粘胶和四颗螺丝固定在后盖上 防尘BB泡棉分布在两颗后射和闪光灯透进四周 中间的两个触点说明NFC线圈就藏在DECO内 位置合理 内衬边缘的三根金属柱连接主板 使金属DECO 成为天线的一部分 第三步拆卸主板 传统三段式结构 除四周常规粘胶外 主板和副板盖板的位置设计有多处额外的点胶加固 提高整机的密闭性和结构强度 顶部洋人器的散热膜向下延伸至主板核心发热区域 手机没有配备无线充电线圈 这一大片散热膜几乎将电池完全覆盖 一直延伸到底部洋人器和SIM卡卡槽位置 下主板区域的所有螺丝取出盖板 正面沾有FPC 天线和闪光灯排线 排线上集成有后置的红外发热器 一颗闪光灯灯珠以及后置环境光传感器 来到盖板的背面 其压紧填充作用的泡棉分布在顶部扬伸器前摄以及所有接口位置 前摄接口配备导电布提供电气防护 电池位置的散热膜向上延伸至主板核心发热区域 以及顶部扬伸器位置 超长的延伸也让这片散热膜的面积来到了6800 平方毫米出头 揭开后下方的金属片同样可以提供一定的散热能力 回到主体部分 前摄和主板的核心发热区域也有散热膜的覆盖 下方的抗干扰铜箔也能辅助散热 挑开两个电视接口进行断电 随后挑开主板上的所有接口取出所有摄像头 主摄模组背面覆盖铜箔屏蔽电子干扰 同时也加强散热能力 所有摄像头的详细参数大家直接看图 除了主板采用利好散热的单层设计 PCB 来自棚顶控股 使用0.65 毫米板材 主摄采用破板下沉设计直触中框 广角架在主板上和ROM 只重叠了一点 基本不用担心相互积热的问题 肩口四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 部分小元净有做封胶处理 顶部麦克风集成在主板上 横跨主板的同轴线是在结构限制下保证信号质量和电路稳定的最佳选择 主板正反两面的屏蔽罩都有散热膜或者铜箔的覆盖 主要发热芯片位置除了导热材料 不过位置使用金属片加固 撕下铜箔轻调导热材料吹开屏蔽罩 核心三大件是美光的LPDDRX 的 RAM 加三星 UFS 4.1 的 ROM 以及 RAM 下方的天玑 9400 加 关于这颗旗舰 SOC 的架构细节就不多说了 我们来看一下实测游戏的数据 原神半小时稳稳拿下 正面最高温仅为40.8 摄氏度 整机平均功耗的是4.3 瓦 综合另外三款游戏的表现来看 和骁龙八至尊版同一梯队 唱完目前主流游戏肯定是不在话下的 当然这只是原生的性能体验 搭配新一代的游戏独显第二芯片 不仅可以实现所有游戏的超帧超分同开 这次还带来了端侧的硬件 AI 超分 利用 PC 端 8K 级别的超清晰画面去训练 AI 模型 主打的就是画面效果 所以体验下来头发边缘更立体 锐利 细节渲染确实更丰富了 画质提升肉眼可见 目前硬件 AI 超分支持主流五款游戏 更多的游戏模型大家可以等一等适配 SoC 左侧是采用 12 纳米工艺的独显芯片第二 下方还有小米自家的充电 IC 澎湃 P3 角落里的澎湃 T1 和 TES 负责信号增强 调开触点取出顶部养生器 好家伙啊 居然用了一颗 AAC 月生科技 1115 铜轴养生器 它采用全金属封装 内部填充有 N-BASE 升学增强材料 还有镁铝合金的球顶 高顺性的振膜 同轴供磁入以及分屏式音响级结构设计 绝对是目前手机中最顶级的存在 别急 待会儿还有个下游戏器 取出前置传感器小板 PCB 来自方正 使用 0.65 毫米板材 采用便于维修的独立模块化设计 上方集成传统解决方案 仅需一颗激光发映器 就能实现正常的距离感应 深色区域是距离感应器 彩色部分是环境光传感器 整机一共配备前后两颗环境光传感器 属于目前这个价位的常规配置 中框主板区域 顶部麦克风收声孔的泡棉和白色防水透气膜 全部到位 前摄位置添加了一红一黑 两块缓冲胶垫保护镜组 边界通过触点和主板连接 主摄区域为了让镜头降低突出高度 特意进行了削薄 SoC 对应位置有做镂空处理 上方残留的导热材料 加强核心和VC 之间的导热能力 并且VC 还设计有2台结构来缩小核心和均热板之间的间隙 降低Z轴方向的接触热组提高导热效率 第四步拆卸副板部分 下副板区域的所有螺丝拉出同轴线 翻开副板盖板 分离左侧天线小板 取出盖板 盖板材质是金属加塑料 内侧接口和马达的对应位置贴有压紧泡棉 屏蔽罩区域配备红色胶垫保护 底部扬声器的规格和顶部一样 上下对等的AAC 1115 同轴 让这台K80 至尊版的外放效果成为小米史上最强选手 也是目前所有手机中扬声器硬件素质最强的选手 没有质疑 在我们列出的扬声器排行榜中 毫无疑问拔得头筹 要知道目前的万元旗舰华为Mate 70 RS 也仅仅只配了一颗 1115 同轴 调开副板上的所有接口取出副板 PCB 同样来自Fungent 使用0.5mm板材 副板的防护待遇和主板一致 接口四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 个别小元件有做封胶处理 C 口的薄弱位置使用双层 PCB 来提升结构强度 底部麦克风 SIM 卡槽以及 Type-C 接口 集成在副板上 接口来自 LCN 前的电子 根部有做封胶处理 内侧配备了防沉防水的胶圈 采用 USB 2.0 规格 整机只有上下两颗麦克风 底部麦克风收声孔采用 L 型防呆设计 误差后无需担心防护结构损坏 取出 X 柔线性马达 狠料又来了 这是 AAC 续声科技目前最强的马达 CSA-0916C 之前最强的是一家上的那颗 CSA-0916B 虽然尺寸一样 但这次从内部的结构和材料上进行了全面升级 选用 N56 女铁棚 磁缸 也是首次在手机马达上量产使用 搭配高导磁骨架和高密度的阻力材料 连生产的产线也更新了 还没完 主板上还有一颗独立的闭环驱动 SD 最终实现了启停更干脆 振动一致性更好的马达 RAMI 这次确实下狠料了 以往这个价位的机子大多采用 0809 尺寸的小马达 RAMI 直接一跃成为目前所有手机中最强单体马达的存在 硬件只是基础 RAMI K80 指寸版在软件上也没少下功夫 针对几百个振动场景做了调优 比如打字、数字波动界面、相机变焦波盘等等 体感上已经非常接近于实体按键那样的清脆触感 中框副板区域底部麦克风收声孔 配备缓冲泡棉加白色的防水透气膜 底部扬人器出声孔使用红色胶圈加细米的防尘网保护 整机是通过了 IP68 的防护认证 第五步拆电池 有快拆设计采用单电芯双接口方案 10% 的高硅碳含量 让容量来到了 7410 毫安时 制造商为东莞信念德 使用 ATL 电芯 4 压电池保护板上的绝严贴纸 保护板采用 SIP 系统级封装 内部集成有澎湃 G1 电池管理芯片 配合主板上的 2.8 伏增压芯片 提高电池的循环寿命和低温下的综合表现 电池的详细参数大家看图 能量密度通过包装尺寸计算在 835 瓦每升左右 妥妥的第一梯队水平了 在使用如此高密度的硅碳电池下 VRAMI 还给到了 100 瓦的有限充电功率 使用包装内附带的 120 瓦快充头 实测峰值功率 81.1 瓦 1-100 充电用时 54 分钟 并且还新增了旁路充电 PLUS 功能 边玩边充时优先给主板供电 在低电量时通过智能动态调节 慢慢的给电池充电 实现低温下的无感回去 最后一步拆屏幕 加入后酒精配合拆机变划开粘胶 分离屏幕 屏幕来自华星光电 使用 M9 发光材料 1.5K 分辨率 表面覆盖小米龙金玻璃 全亮度 DC 调光加圆片热光 实现更好的会员效果 使得手动全屏最高接近 600 尼特 屏幕背面是全覆盖的铜箔 铜箔上贴有一块面积约为 5000 平方毫米的散热膜 这个位置的散热膜 在最近一年开始逐渐普及 用来提高屏幕的均热能力 散热膜下方是惠顶科技的超声波 屏下指纹模组 模组四周贴有缓冲泡面保护 驱动板上覆盖抗干扰贴纸 触控IC 是敦泰的 FT-3683 中方上贴有一片面积为 6400 平方毫米出走的散热膜 加上屏幕背面这一块 紧中光和屏幕之间就配备了 11400 平方毫米的散热膜 散热用量极其豪华 4 加散热膜就能看到不锈钢材质的 环形冷崩 VC VC 顶部主板的对应位置设计有第一阶 3D 凸台 让 VC 更加靠近主板 并且在第一阶的基础上又做了第二阶的 3D 图台 对于 SOC 减少前面提到过的核心和均热板之间的间隙 同时也能让 VC 的高热区远离屏幕 避免局部高温带来的不必要温度感知 最后的中光总成采用目前中高端手机标配的 纳米助速加 CNC 一体成型方案 边框和内框都是硫合金材质 好了拆解就到这里 整机有三种共 22 颗螺丝 所以这样的至尊版大家喜欢吗 我觉得这一代 Remy K80 至尊版妥妥的是真至尊 产品思路极其清晰 首先把这个价位最核心的性能和续航拉满 稳定流畅性能表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基于 Remy 对于发哥多年调教的经验积累 逐步完成了天机星不输骁龙的技术证明 然后是感知相对较明显的外围配置 并没有局限于看齐顶级期间 对于影音游戏至关重要的外方效果直接傲视寻求 双 1115 同轴扬声器的配置仅此一家别无分店 还有能给打字游戏带来氛围感和沉浸感的马达 更是突破行业桎梏 鹤立集群 这种显性的体验内卷不就是我们喜闻乐见的吗 这样的至尊版大家还不冲吗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 Remy 我们下期相差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